每月接近30万 这是一笔什么钱 很简单 这是一笔抚养费 是野兽前方格里芬支付给自己前文婚期的抚养费 目前还不知道这个抚养费要给多少年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格里芬被妍娜害惨了 这些怎么回事呢 近日 关于格里芬与前未婚期争夺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 孩子由前未婚期抚养 格里芬每月支付26万抚养费 接近30万的水平 而一些消息声称 这个26万的数字只是表面数字 实际金额可能更高 格里芬的前未婚期是布林卡梅伦 布林和格里芬相识多年 早前就为格里芬剩下了一个孩子 在2016年的时候 布林再次怀上了格里芬的孩子 两人也计划在2017年的时候结婚 但是后来格里芬却和詹娜相逢了 之后 格里芬就和詹娜火热的走到了一起 在紧要关头取消了和布林的婚约 选择和布林分手 当时一时间格里芬也被怒骂詹娜 抛弃弃子 不过后来虽然格里芬和詹娜走到一起 而今年格里芬被交易到火塞后 两人也就分手了 格里芬现如今又恋上了一位富婆 而布林在被格里芬抛弃后 将格里芬告上了法庭 原本应该在下周三台进行最终裁定 但是二人已经提前达成和解 因此下周的庭审也被取消 根据消息格里芬将每月支付前未婚期 接近三十万的扶养费 至于要支付多少年 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具体消息 不得不说 格里芬被詹娜迷得失去自我 做出抛弃妻子的行为 实在让人不能接受